火花也要 悠揚的歌聲引領民眾進入文化中 這原生建築物都是孩子們合力蓋出來的 屋舍的中央都挖設了地下烤盆 一來驅蚊 二來廚師 三來還可以烤肉 將祖先的智慧傳承 還有織布工藝與傳統文化烹飪 那因為我們學校的課程都一直有織布課 然後有攝影課 然後還有建築課 那也是因為我們建築課的案件都蓋完了 比如說我們的廚房 廚房的建築 然後還有打亂的建築 還有我們的表演平台的建築 因為都蓋完了 所以我們全校一起來辦這個Buglang 也謝謝這些祺老們 一起跟著我們完成這樣的事情 我很感謝學校這個活動 讓我認識我的文化 這個是很隆重的一件事 就是大家都會下去 所以我覺得是可以傳承文化的機會 我可以在我們學校學習我自己的文化 可以更了解自己的文化 還可以好好的學足語 這樣子以後回去鄉下 就可以跟張老們好好的聊天 也歡迎我們基隆市的各國中小的老師們 一起來參觀這個園區 因為這個園區真的是我們 我們同園民專班的學生的一個成果表現 而且也是充分展現出我們的園民的一個精神 在八道高中實驗班及園教中心的合作下 開創出一加一大於二的成果 不只是照顧到本市園民學生的成長 也讓非園民學生能了解到原住民族文化的內涵 達到全民園教的精神 記者蔡曉君採訪報導 今晚